它来啦 是一个需要在地下拆的包裹 好大哟 这个箱是真的不太好拆呀 不太好录 出现了 现在我要 怎么把它拿出来 哇 就是这样 速度搬个家 我的桌子甚至都摆不下我所有的笔盒 所以今天也正好可以终于解决这个未解之谜 就是我到底有多少脂肛笔吗 我并不知道 摆完就知道了 所有的万宝龙 然后看看用下一个盆水来 下一个锤来换棒牌子 下一个抽屉 这个盒子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它是这个黑色的笔 但是主要就是它现在买不到了 不然我就多买几个了 写乐太多了 写乐得单独一个 这个先放一些杂七杂八的 这个我要换一下 它也是水人的 所以要虽然矮了一点 但是要放一起 有点大油 英雄 再补上一些刚才辣掉的 又出现一只白乐 白乐的盒子回来 嗯 上鞋了喽 这是这个盒子 现在也空了 是这个样子的 空的 漏空的 然后可以把抽屉插进去 诶 它有正反吗 好像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来 插一下 最后收个尾 全部都装好了 两只 满了 四只 满了 两只 所以说我总共有92只笔 本来想说买一个100只装的 这样可以控制我 填满这100只就不再买笔了 殊不知好像剩的坑位不多了呀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